这是一个泰国清明 我们先把它竖着切成两半 好切成两半之后 我们用一半就好了 这一半呢 再去掉它的头 好那现在一开二 二开四切成四块 那切成四块之后 我们使用一个雪克杯 放下来 使用带牙齿的倒压棒 将它压出汁水 不用压得太过分 压得太过分会非常的酸 因为泰国清明是非常的酸的 OK那压了之后 我们取一把这一个薄荷叶 薄荷叶在四克 四克的薄荷叶 然后拿到手上 给它拍个两刹 让它的薄荷香气释放出来 那放下来之后 我们补冰块 到四百克度线 然后加入浙糖糖浆 四十五克 三百毫升直饮水 直接摇杯 大力的摇杯 让它撞击出薄荷的香气 摇好杯之后 我们倒入抽品杯 倒入抽品杯